大家好,今天是11月13日星期一 不是星期五,即不是黑色星期五 不過不要忘記1987年時中 曾經出現過黑色星期一 不過今天香港沒有股市,沒有黑色星期一 基本上我們看這個10日的資金成交流量 成交是維持起這個位置 無法輸入一千億,無法輸入一千億 上個星期就這樣了 所以這個成交一直都是很少的 不過又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北水那裡來講基本上還是多少少的 如果我們再看看這個北水流入情況 前幾天都是二字頭,一字頭,二字頭,九字頭,一字頭,八字頭 九個六就多了很多了 接著最近這幾天都是負一字頭 接著五字、三字頭,在這點來講 我們拿這裡這幾天來看 跟這裡對比這幾天來看 很明顯北水流入是多了嘛 是不是啊 所以在這裡我們看到了應該就可以好一點了 成交金額的時鐘這裡 然後一聲升上去 接著跌了下來 那些人又很擔心了 又關於這個什麼呢 就是恆子科技股方面多了 恆生中國企股又多了進來 騰訊又多了進來 中心股也多進來 中心最後就跌了下來 可能石油一直有資金流出 中國移動有少少資金流出 小朋友小米也有少少資金流出 因為這點是北水吃虎了嘛 要留心啊 北水也吃虎了 那再歧視我們看看它了 有什麼版本 就是北水流入的情況 這幾天我們看到了 這麼多天都有流入 是只有一天有流出 那就是這些 整體上來說 應該北水是慢慢逐漸地 是流入多一點點的 就是累積性地是多了 不要說人家日出日入 有數字為證 是 入了N日出了一天而已 那再歧視板塊方面呢 那就由於今天都是和和拖拖 板塊上面呢 我們首先一定要看 就是半導體是好的 應該來看以後 接下來2024年整個都好 半導體一定是會好的 那再跟著是汽車 OK啦 在這裡煤炭呢 開始排頭了 因為冬至已經來了 今天已經涼了 北方已經在下雪鳥 阿爺呢 開始要保障是用電量 還有這個是取暖用之中 也對於煤炭方面呢 是開了一些綠燈 可以在很多地方 除了中國之外還有其他地方 可以入煤炭過來 因為要保持暖度 因為呢 今年可能是出現了57年以來 最冷的冬天了 預期是這樣 因此在夜方面呢 這裡就要做事 煤炭股開始應該要留意一下的了 那再其次呢 也都會給煤炭發電的時鐘 價格上升了一點點 應該這樣看一下 如果不是的話 你要去蝕的話它就不發電了 那麼 水耳發電啊 其他那些電的東西 暫時在一個所謂的很多的 人口密集地區 還是未做得到好的 那所以這方面呢 煤的發電 還是在人口密集地區是需要的 而人口密集地區 就最需要多電來取暖 那因為現在很多家企都用了 以前家企就是燒煤來取暖 一樣有污染的空氣 現在電廠方面呢 燒煤來發電 家企就用電來取暖 那電廠方面的煤燒的時鐘 可以減少了一個除了熱量之外 減少了很多污染的 所以以電廠發電呢 是給這個房子發電 然後來取暖 給這個家企方面 來燒煤來取暖 是衛生很多和環保很多的 所以一定會做這件事的 那再其次我們看看 我們就會看看這個 污染方面 那當年還有一些很重要的 重要的就是要看看 這個地產 嗚 衰到這樣 那再跟著呢 我們要看看銀行 嗚 起到這裏 那爲什麽地產沒什麼壞呢 那因為最主要的一件事 始終還是 阿爺還要做很多樣東西 來去救地產的 一定是在做的事 你不需要太擔心 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一不動我們就擔心 你擔心做什麽 不要買地產股主 不要買地產股主 就是這麽多 好了 再其次我們看看 就是個別版派方面 冰洞 基本上紅紅綠綠 看到 紅的只有什麽呢 只有小米 有個馬可數字 這些是炒股來的 南方恆生這個科技 拜守是升了一些的 友邦OK的 網易OK的 那華雄半導體升上來了 理想汽車繼續好理想 中國海洋石油 因為這些都是屬於發電的東西 就OK了 聯想集團是很OK的 因為始終 因為那些人一定用多了電路的 為什麽 7GPT 看一看 橫生指數 其次方面還是繼續下探這裏 似乎可能會試這些位置的了 會不會試呢 真是不知道 真是不知道 你叫我猜我沒有都很猜 我唯一一件事這樣看吧 希望它不要跌穿這個位置 是不是 不要跌穿這個位置 那跌穿又如何呢 不要緊 跌穿之後最重要就是 跌穿之後 并彈彈上去就可以了 如果不并彈彈上去就不好 是不是 如果跌穿了之後 如果繼續好像這樣 屬屬屬下來就不好 好像這些跌穿了 就屬屬下來就不好 如果跌穿了之後 并彈彈上去就沒有問題的 這個就需要大家看一看留意一下 周線圖又如何呢 我們看看周線圖 這個是去年10月的低位 喂 跟這裡都還有一排是不是 所以 勢是叫做虧OK的 月線圖呢 不是一樣 是不是 月線圖 如果我們看回這個位的話 這個位的話 這些以往的時期之中 是低於以往的 不味到這裡的 我們所謂說的 到了保利加通道時中 如果這樣的話 這樣就會好東西了 這裡也都是這樣好東西了 這裡多好東西 這裡也好東西了 所以跌了下來之後 保利加通道底 不要緊要的 最緊要的 這裡跟著做一支大洋燭 這樣就可以了 這支洋燭是蓋過之前的陰燭 這支洋燭蓋過之前的陰燭 起碼 這支洋燭雖然未蓋過之前的陰燭 不過跟著那幾天蓋過了 這樣就要升了 那就是很簡單 而是說如果這支洋燭蓋過之前的陰燭就OK了 這個是這個月的 是11月的 11月的月底如果升上去蓋過了這個陰燭的高位 那就是建底的陰燭的陰燭的陰燭 那就是建底的陰燭的陰燭的陰燭 升破回上18392 以至升到184 當然最好會是185 這樣的時期之中就OK了 為什麼會是185呢 185是高位的那裏就是18392 那如果它能夠升上172 17他現在收171 所以如果11月能夠上到172 已經是怎樣的 172不是很遠的而已 這個11月的高位是173 這裏那個收視位是171 最高位是183 不過不要緊 最低起碼消費是升上172 如果11月能夠收起172的話呢 就開始有些擺缺 厄運的可能性 如果再升上183 是肯定地 應該這個是卷帝回答 所以對11月來說 我一直都說 我認為11月中之後呢 可以好一點點 為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阿爺今年4月已經開始 是著手搞經濟啊搞什麼 那當然你說 哎呀搞這麼久你都不行的 那當然不行啊 因為中國的經濟 根本已經是被你這幫炒地產佬的 搞到一窩足 是不是啊 連大樓都說 他雖然被許家印 那裡虧了很多 他都不會怨他 他當然啦 他不會怨他 因為他有錢嘛 我們這些小股東的 如果買了恒泰的 你現在怨不怨啊 怨什麼好呢 只怨自己 就沒有大眼買股啦 就是這麼多而已 好了 那今天 可以留意什麼呢 留意給我們電視 今天是有資金流入的